千 哎 千 平的 左邊拉長一點沒關係 加點粗細 到右邊以後再加粗細 後面 這裡上面應該是黏上去的 就讓它黏上去 千 風 哇 風有了珊 看不到那個扇了 不過我們還是用剛才那個纏字 那岩字 岩字上面的扇很長 然後這裡很短 我們要套過來啦 因為反正也看不到 死無對證 然後這裡不曉得它怎麼寫 從吸到出 然後這裡是 撇得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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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長 然後這一筆畫 非常長就算了 拉拉拉拉拉拉的非常斜 一直斜上去 而且非常長 然後剩下的這個配合它 全部都是長歪的 寫過來寫過來 為了要配合它 連這一個字畫也是長歪的 應該是給它刻歪的吧 沒關係寫的跟它一樣 封 感覺有幾個字啊 每個都破的破的好兇 這破掉以後字又特別厚 說不定它的字真的刻得很厚 不會這麼巧吧 只要遇到字就破得很兇 所以它字都感覺都破得很厲害 然後那個筆畫變得有些比較粗 說不定它本來就真的是那麼粗了 好 字 上 上 上也是都是因為破掉的關係 讓筆畫變得異常的 渾厚 原本有沒有呢 好 這個一樣 異常的渾厚 我們讓它渾厚 上 一 一 一的話 感覺這個點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看不太出來 然後這是斜上去的 兩個筆畫比較瘦 比較瘦 然後這個點 跳過去很 渾厚 這個點拉下來也很渾厚 那一的話 這邊寫得非常非常 這點標準的張猛龍筆畫 那這應該是慢慢的收攏的感覺 然後這一邊是往右下角過來 這裡不知道要不要勾 因為它勾起來 有點要勾不勾的 不確定它勾不勾 一 一 一 葉子 上面比較長 它長 上面比較高 撇下來 然後左邊這裡 一定是根據專門龍的經驗 它一定要把它寫得很長 它非寫這麼長不可 沒辦法 那以前的一頁下面這裡沒有一項 那這裡很短 因為看不太出來 好 那這裡又比較長一點點 就長長短短 你畫一個短短短短再配 然後這裡這裡說應該有突出去 在這裡這裡說應該有突出去 吸下來 然後勾起來 勾的很長 這個左邊也伸得很出去 挑起來 再配合這個點 這兩個點 角度不太一樣 好 轻也很结实 像这种结实很多都是应该踏的关系 或是被慢慢风化 字口越洗越大 都有可能 当然也有可能当时就是这么的磕 不过看起来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瘦的 所以这种笔画是破掉所造成的浑厚感 机会是比较大 平的拉下来 手笔 然后这个细的 然后原则长这里是细到出 仿锤状过来 这里通常非常长 这里都非常尖 非常尖以后过下来 这样才有胃背的味道 怎么那么方 然后这边是封死的 封死的 好 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